台湾抗癌协会举办步导骑士挑战千里单车环岛活动 最近抵达新竹市 癌友们跟陪其的亲友六十余人拜访市政府 由新竹市卫生局长何秉胜代表欢迎 除了分享途中找回生命的活力与体悟 也要呼吁更多的癌友走出来活得健康快乐 我想用生命影响生命 那我们也期许我们所有的朋友 面对人生有高低起伏 都要能够勇敢的面对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在整个抗癌的工作上面 新竹市政府也特别推动各项的 癌症的预防工作还有筛检的工作 那么也希望我们的市民 大家能够多多利用 那么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发起活动的台湾抗癌协会理事长 无心船历经与妻子同时离癌 轮流化疗 他没被病魔击倒 完成12次化疗之后 民国100年起号召癌友 创办不倒歧视单车还台活动 参与人数逐年增加 香港马来西亚等跨国 癌友都来响应 也感动医抗人员组团陪棋 我们自诩为不倒歧视 这是第五届 所谓不倒就是希望你离癌以后 不要倒 就好比人生的旅途 跌倒了 我们再站起来 我们继续走下去 这就是我们不倒的精神 台湾抗癌协会希望呼吁更多的癌友 勇敢走出阴影 透过自行车环岛活动 让曾经生病的癌友 永远保持一颗快乐的心 也让社会大众珍惜生命的意义与重要性 开播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